真正能够暴涨的料子 你想拼什么卖给你 你是他亲爹 7公斤的料子 出了8公斤的猪子 然后说赚便宜了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翡翠 喜欢呢 不一定非要着急下手买 买翡翠被坑了 买翡翠被骗 花了钱买的原石 毛货 成品 他妈一个都不对 看货呢 看的视频 图片呢 纤细飘飘 货主介绍呢 给你构建的幻想空间非常巨大 让人富想了一天 感觉他妈不下手呢 就是丢了几个亿 结果到处一看了脑瓜子弄弄的 这是很多粉丝跟我说的 先说原石 很多人看了几个营销视频 就觉得自己是非常专业的高手 去分析厂口 分析皮壳 压登的看水图 觉得十打九五块 基本上都是一刀下去 除了大理石 就是肿嫩 没有肿 垮的扎都不剩 翡翠呢 是一个综合评估的一个东西 评判一块料子呢 值不值得搞呢 需要他们大量的实践 不是看几个视频 听货主 听主播 给你咕咕火 让你热血澎湃 热血沸腾的 你他妈就能切掌呢 真正能够暴涨的料子 你想拼什么卖给你 跟你关系好 你是他亲爹 对不对 现在呢 再说行业内 普遍存在那个配货和零成本的现象 其实很多料子 一刀下去之后 是大理石 没有肿或者肿的 瓦的扎都不剩 但是你会发现 货主或者主播 为了拉拢顾客 拉住这个顾客 再去赚钱 都是睁个眼睛 他妈说瞎话 嗷嗷喊大声 喊着你热血澎湃 立马让主播给你做货 结果就是料子扔一边 拿着你给的工费 去市场上给你配货 买上一堆的垃圾成品 告诉你是你料子出的 前两天呢 我有个粉丝大哥 看了我视频呢 就找到我了 说前段时间看别人视频 然后加了别人的一个绿泡泡 被拉到一个小城区直播间 切了个七公斤的一个料子 主播呢 嗷嗷喊大早 大哥呢 也挺大气的 给了红包 让主播去给他打珠子 还要用那个解养工 一颗柱子呢 主播跟要多少钱工费 你要二百 几天后呢 大哥收到了一堆的柱子 一上乘我了 总计八公斤的 豆种底粗的猪子 大哥认识我之后 给我发视频发图片 泡我这来炫耀 说赚便宜的 七公斤的料子 出了八公斤的猪子 大哥脑子挂了 被鱼欺了吧 这便宜赚的真的牛逼 翡翠这东西呢 它水非常深 便宜呢 没那么好赚 如果说有便宜 也不是说你一个外行 能够赚得到的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翡翠 就是我的建议 在平心而说 多看多问多学 你看个三年五年 它没毛病 慢慢了解 喜欢的并不一定 非要着急下手买 实实在在讲 翡翠这个东西呢 值得买的东西 它本身就少 大部分呢 它到不了猪宝级别 哪怕是说 你碰到真正值得买的东西 也要价格合适 你花了钱 买的东西不对 你影响情绪 而且呢 你花了钱 哪怕东西买对了 但是买的超级贵 那也很恶心 所以说 沉住气 多看 别瞎说 好了啊 我是飞驰 老家山东 语言粗熟呢 非常直白 如果就是说的话 有不对 或者有冒犯之处呢 可请多多包容 多多原谅啊 飞驰出品 逼个音品 喜欢飞驰的 双击加关注 爱你